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我們今天來到乾辛咖啡呢 是為了讓大家介紹一台新的異式秤 就是這台 泰摩的新的異式秤 它叫黑鏡NANO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尺寸非常的小巧 它的尺寸是寬度10公分 然後這個深度11.5 然後厚度是2公分 就是一個標準的異式秤的尺寸 那大家可以看看 它基本上就是為了把秤放到檯面上 異式积的檯面上 讓它能夠不會佔據空間 放一些異式用的涼杯 或是放一些濃縮杯 都不會形成太大的問題 了解它的尺寸以後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細節 那這次細節我覺得做的還是蠻有道理的 那首先是它側面的右側 有一個總開關 那你在不用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整個關掉 不用擔心說 你誤觸它的電容式開關後 會一直耗電 然後呢 還有一個是Type-C的充電頭 然後這次的電池 大概是780毫安培 原則上我們可以想像到 如果你是一直使用的異式功能的話 大約在三天左右 才需要充電 那如果是比較閒的咖啡店的話 可能一個禮拜左右才要充電 好 那左側這邊有兩個按鈕 它是按鈕蠻特別的 它的設計上面是希望說 如果你在做異式的時候 因為你台面 側面已經很小了 就比較不會被干擾到 你可以按左右兩側的開關 就可以直接控制 讓計時 或是歸零的工作 讓它放在左右兩側 那這兩個按鈕呢 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功能是 後面這個按鈕 這個按鈕呢 是一個流量模式 就是我在做異式的時候 或是做手沖的時候都可以 我如果想要知道我當下我的給水 或是我的濃縮 它的當下的流速是多快或多慢 那我可以按這個按鈕 它就變成流量模式 就會監測每一秒 進入你的 秤上面的流量是多少 那對於做異式來說呢 是蠻有幫助的 因為你就可以了解一下說 我的流量正不正常 就算是Nano這個異式秤 比較特殊的一個模式 那秤面呢 是斜面的 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說 你放到檯面上的時候呢 我放入很多的杯子 譬如說我放 濃縮杯再加一個 卡布杯的時候呢 我可以很正常的顯示我的秤面 它重量跟時間 你就不會綁到你的秤面 所以這樣子做一個斜面上的設計 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OK 然後下面有個防滑的指滑條 那以上就是黑鏡Nano這個秤的 一些基本外觀上面介紹 那它的功能上面有三個模式 它切換模式的時候就是按左邊這個鍵 按五下 聽到一個長聲呢 它就會開始換模式 這是自由模式 你可以按右鍵 就可以歸零你的 東西 那左鍵呢就是計時 輕按呢 它就會開始計時 然後停止 然後長按呢 它就歸零了 那第二個模式呢是 是自動模式 這個自動模式就是手沖使用的 就是你一樣把你的下壺 把你的濾杯放上去以後 然後呢 它就會開始準備好 然後你一給水呢 它就會開始計時 就等於是讓你手動很方便 這個功能在黑鏡Basic上面也是有 那第三個模式就是 比較重點的義式模式 就一樣按五下 好 上面會寫Espresso 就會進到義式模式 義式模式就是 當我把我的杯子 涼杯也好 放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準備 迎接你的Espresso 它就歸零 先把你的杯子歸零 然後呢 水一下去的時候 它就開始計時 然後等到你的 Espresso完全停止的時候呢 它就會 把秒數鎖定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一把吹了多少秒 它就可以測量 每一次它的義式 你的重量是多少 以及你的時間是多少 對於做義式咖啡來說 是一個 很有幫助的一個工具 OK 就這三種模式 所以呢 它原則上呢 它可以 E4 也可以否手衝使用 那以下呢 我們就會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義式秤它的使用 尤其是這次Nano 它在有一些設定上面 是你必須先了解 不然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 使用上面會覺得有點怪怪的 那當你弄清楚這件事情以後 你才能決定說 我要使用的是自動模式 或是自由模式 來做E4的測量 那我們以下 我們先來示範 E4模式 它一般的使用和操作 那接下來我們先把 模式切換到E4模式 OK 上面寫E4就是E4模式 OK 這個時候呢 它會有出現 這個 代表說它還沒Ready 這個時候你把你的杯子 放上去的時候 杯子會歸零 然後秒數準備好 這時候一開 E4機呢 它會開始滴露你的 E4機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自動計時了 OK 那我們就來示範一把 放上去的時候它會自動歸零 然後呢 我就可以開始準備萃取 然後滴滴滴露的時候呢 它就開始改變秒數 然後呢 它會每 大約是每0.5秒會偵測一次重量 然後呢 秒數就開始跑了 然後可以看到 原則上每0.5秒它會 改變一次它的重量顯示 所以精準度來說呢 還是不錯的 好 大概40cc 然後呢 我今天萃取大概是 20 萃完大概是 29秒 OK 那它當它感應 覺得說你已經 濃縮已經沒有在滴露的時候 它就會把秒數鎖住 所以可以看到 它會開始閃光 代表說你這一把呢 是39.7cc 然後呢大概是20幾秒 OK 那完成以後呢 把你的 量杯拿走 好 你就可以繼續做進行你的工作 那它就回到一個 待命的模式 那持續使用呢 就是一樣 第二回合 一樣把你的杯子放上去 它會歸零 然後呢 一樣繼續 進行萃取 然後它一直計時 然後計重量 那原則上呢 這就是它的 異式模式的使用 那 蠻簡單的 那也是 對於一般人來說呢 也是可以理解的 OK 好這一把呢 稍微快了一點點 大概是27秒 比剛剛快一點點 那就是藉由這樣的模式呢 來進行你濃縮咖啡的調整 那我們第三把跟大家聊一下一個模式 就是它的流量模式 那如果呢 你在萃取的過程之中呢 你不想要看秒數 你想要看的是你的 每一秒的流量的數據的話呢 我們一樣在這個模式裡面呢 好 然後 前面都是一樣的 但是後面這個流量鍵 我們先按下去 或是說你隨時都可以按 它就會顯示出0.00 這代表說 這是以流量為單位的 然後你就按 一樣 然後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出現是每一秒 所以我每一秒的萃取大概是1.3 1.2 1.5 後面會快一點 1.6 2.0 這個就是你每一秒的濃縮萃取的 的量 OK 那你可以利用這個數據呢 來研究一下說 你大概幾秒之後呢 是流速會變快 OK 那每秒 多少秒之後呢 它的流速會變慢 OK 就可以利用這個東西來做調整 那你按前面這個按鈕呢 它就會回到秒數 OK 所以這次是 36秒 跟剛剛 比較起來 稍微時間 長了一點 OK 那就可以看每一秒的數據 那這就是基本上 就是Nano的最核心的功能 OK 基本上是蠻簡單的 設計上面還是蠻合理的 那以上呢 我們就可以了解說 當你在正常使用 你的E4G跟Nano秤的時候呢 它基本上流程就會一直重複 剛剛以上的流程啦 無論你是要監控秒數 或是你的單位流量呢 都是OK的 蠻簡單的 那接下來呢 學長跟大家講一下 關於異式模式的一些注意事項 因為這次的Nano的設計呢 它其實有針對一些 流量過快的狀況呢 它是沒有辦法偵測到 必須使用手動模式 是什麼意思呢 原則上 以學長目前偵測的狀態來看 就是當你每秒 你的低漏的CC數呢 超過2CC的時候呢 Nano秤呢 它可能會判斷 你這可能不是正常的意思萃取 它把它判斷成你可能是放杯子 OK 所以它就會讓你的秒數 不會自動啟動之外 還會讓你的萃取變成歸零 所以這是它在程式設計上面的一個 零件值 大約啦 是每秒超過2克的時候呢 它就會不會正常的使用 所以如果你的意思萃取比較特殊啦 如果你每秒超過2克 一般來說 是不太會超過 大致上的意思萃取可能是 大約30秒上下 25秒到30秒 可能是萃35CC到40CC 是蠻正常的齁 所以大概每秒 大概1CC多一點點 不太會超過2克啦 每秒不會超過2克 所以如果你超過2克以上呢 Nano這個秤呢 它就會歸類為 這可能這一把萃取不是非常正常 就像這樣子齁 我們前面一樣 放我們的杯子 然後呢 自動的秒數跟自動的歸零都啟動了齁 這時候我們開機 但是你可以看到 因為我秒數過快 對不對 因為秒數過快齁 所以我的計時功能是不會出現的 而且會呈現歸零功能 代表說你的秒數過快了 你就沒辦法使用它的意思功能 那這個時候呢有兩個選擇 一個選擇就是 我可能是秒數過快 那就是代表我的萃取 我的濃縮萃取可能有點問題 一個是你調整你的濃縮萃取 讓它在安全值裡面 那另外一個可能性呢 就是 你就是很特殊的 意思萃取方式齁 你就是每秒會超過2顆 這個時候呢 你可能就要使用的是手動功能齁 手動功能齁 手動功能其實呢 就也不是很複雜 把我的杯子放上去以後呢 我們自己按按鈕扣中 然後呢 並且呢 你當你秒數開始低的時候呢 你就 直接按按鈕 當然動作上面會多一點點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情況之下呢 就是你的計時可能要包含你的預鏡的齁 就是有些人 他萃取意思是這樣的齁 我是開機以後 他可能不會馬上就低落 可能會有個3秒5秒 甚至7秒的預鏡時間 那開始低落 但是你希望把這個預鏡的時間 算進去的話呢 那你也沒辦法使用 Nano的意思功能 你必須使用手動功能齁 一樣是你一開機的時候呢 就直接按計時功能 那也可以符合你的需求 所以呢 動作手術 我們可以發覺 Nano的意思秤呢 它的使用上面當然很便利 但是呢你還是要特別幾種狀況之下呢 你可能必須使用自動模式 或者是Nano這個秤不適合你 第一個是你的萃取的克數 如果每1秒可能超過2克以上的話呢 基本上這個秤呢 你就只能使用手動功能 不能使用自動功能了齁 那對你來說可能會方便性會大一點折 第二個狀況呢 就是 如果你使用意識秤的主要目的 是連預鏡都要一起計時的話呢 那你可能就必須要用手動功能 或者是選擇別的牌子的意識秤啦齁 那Nano秤它可能對你來說便利性會有一點折扣 那如果瞭解以上的需求以後呢 如果你覺得還是可以接受的話 那Nano秤呢 它在意識功能上面呢 是蠻簡單的啊 跟黑鏡Basic一樣 它把很多功能省略 但是呢 就讓你的 會不斷重複的功能 那一個重要環節呢 讓它盡量簡單 然後好用 你不用一直調整 以目前Nano秤的官方定價 台灣是25800來說呢 它也是一個質感啊 或是功能上面是不錯使用的一個秤了齁 那最後呢 想補充一個可能是缺點啊 也不一定是缺點的一個地方 就是關於它的按鈕的部分齁 因為我們傳統的秤呢 都是在秤面之上 所以我們按的時候呢 會覺得說有一個回饋感 因為它會有一個彈性 那這次的Nano秤呢 它的按鈕呢 一樣是電容式的按鈕 所以你不會有那種傳統式的 面板上面會覺得有按到東西的感覺 但是呢 你在按的時候呢 其實事實上它已經感應到了 但是因為你沒有往下壓 的這個回饋感 所以剛開始你會有點不習慣 但當你習慣以後 其實它就跟一般的秤的敏感度 是一樣好的 譬如說你按下去 你不要覺得說 一定要有回饋感 它就是有感應到 就停了 長按放到手放上去 它就是有感應到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說 好像它的反應不靈敏 其實不是不靈敏的關係 是因為它的秤的按鈕 坐在左右兩側 所以呢即將你輕輕的放上去 它其實就會有感應到了 那這算是一個小缺點 也可以說是 也不算是缺點啦 就是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OK那以上就是 泰模的黑鏡Nano秤的一些 使用啊 它的規格 那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